我们有帮新界东北的居民 来到粉丽哥尔夫球场 当时的确问他 有没有专业给一些时段 给一些比较低收入的 他说没有的 我们没有这个想法 现在说住都不够住 数以十万计的人在劏房 或者环境极之恶劣的地方 政府又说我没有地 周围要抢地 相对于你留下一些 非常不环保 只得少数人享用的高业呼吸场 我就宁愿拆掉高业呼吸场 政府就没有死错人 政府所有跟你签的合约 永远都是对他最有利 他不会蠢到一签就十五年 没得收 如果是有公益用途 政府是可以十二个月通知 就收回地 人类的文明就是 建基在一定程度的空间 要有少少乐趣 为什么要选择到人 去住很高的楼 是很窄的地方